演唱會準備的進步不一樣 最近就是有開始在跑步啊 因為這次跟之前比較不同的事是有連續兩天 所以體力上我覺得要比之前更加的加強 就是健身像重訓跑步然後還有開始練團 然後想節目內容等等還有邀請嘉賓啊 會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樣的內容 然後每天都在想說要怎麼樣可以讓他更精彩 所以嘉賓的部分已經有找好了嗎 有找好了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很期待當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那三年前有在那個巨蛋說幫弟弟求婚 有安排這樣的驚喜 那今年有什麼驚喜嗎 今年喔 今年的驚喜你說像這類求婚的驚喜嗎 或者是有安排什麼其他的嗎 或是跟嘉賓的什麼樣的驚喜 這就是我現在每天都在想的啊 我覺得驚喜它就是會是 某一天突然來的靈感 或者是某一個契機 但是現在離十二月還有兩個多月 我覺得它隨時有可能會出現 我當然也很希望每一個演唱會 都有驚喜帶給觀眾 嗯 沒有不一樣耶 就是還是工作然後 工作 對啊為什麼會沒有不一樣 就是說 相處啊 其實都一樣耶 嗯 那它自己有沒有想夜宵有一個小孩啊 它的話 它 這個我們好像還沒聊過 嗯 那你們都是會一起去玩那個弟弟的小孩嗎 我比較熱衷 因為弟弟那小朋友在台中啦 我都是專程早上搭高鐵下去 然後下午再回來 然後就是 是真的 因為我真的把它當作是療癒之旅 嗯 所以就是工作一有空檔 我就衝回台中去跟他玩 嗯 所以就是小朋友是療癒的這種對象 嗯 所以未來一定會有生小孩這樣的會話嗎 我自己是覺得會 嗯 嗯